-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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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水慕粉底 這次我要帶著這個妝到戶外野餐 順便也會跟大家分享在野餐的時候拍照有什麼小技巧呢 外面現在是陽光浮照 看我眼睛有點睜不開 但是我相信我這款底妝一定可以非常持久的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的8點56分 我剛剛上完了皮膚的妝前保養 現在要來跟大家一起上底妝了 那今天要擦的粉底液是這個 G&A的完美絲絨水慕粉底液 然後我會配上這一支5號的粉底刷 所以這款粉底液延展性非常好 直接想到眼上 先擦半邊臉好了 這把刷子配這罐粉底液真的超好用 而且它的邊邊角角都可以刷到 像是眼角啊或者是比較靠近物產那邊的眼下 鼻翼旁邊那邊 然後呢給大家看一下兩邊的差距 可以感覺到這個粉底液就是會 所以有一點察覺不到臉上有上粉 就是我這邊遮起來呢 我的摺膚色提亮然後均勻都變得很好 可是你不會覺得臉上是有厚粉的感覺 再刷它不一點點在眼下好了 在手上這樣子把它拍開 然後 因為我臉上最近沒有什麼大的痘疤還是色素 所以看不太出來它遮瑕度的比較 但我現在最在意的瑕疵問題就是眼下的黑眼圈 那目前這樣看起來兩邊的眼下黑眼圈 我覺得是有差距的 而且我是上非常非常薄的一層而已 連這邊都是拍很薄很薄 我想說這樣自然一點好了 這邊是還沒有上的感覺 就是這邊的那個暗沉 就是會有很大 像這裡會有一塊很像魚青的感覺對不對 然後這邊也是這裡 也是會感覺髒髒的 但這邊上完之後就整個風色變得非常的平均 好的兩邊都上完了 可以看一下 其實是現在的眼看起來膚色非常的均勻 而且很無瑕的感覺 然後臉上會慢慢慢慢變得有一點霧光感 先點看一下皮膚現在的狀況 不是水光的 只是半柔霧的感覺 然後出門久一點的話會變得再更霧一些 現在鼻翼有一點點乾 是因為我最近一直過敏然後狂醒鼻涕 所以這邊的話鼻翼有一點點乾 但是可以遮成這樣我覺得還不錯 剛上完妝的這個柔霧感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我這樣摸完全是不會黏黏的 就是呢手上這樣摸也會有痕跡 但是皮膚底層又不會太乾燥不舒服 對我這個乾淨來說是非常非常剛好的一款柔霧款粉底液 那我現在呢要準備去把我的臉完妝 我就上一點點的修柔 然後眼妝唇妝腮紅 其他的像是打亮啊還有蜜粉定妝我就都不做了 好的我化完妝了現在的時間是9點30分 台幅好像沒有化很久 然後呢現在是粉底液完全貼合肌膚的狀況了 然後這邊只上了一點點的腮紅 其他就沒有再上了 那現在呢外面出了大太陽 希望那我的野餐地點呢天氣是好的 那我就可以非常完整的跟大家做一個妝容實測了 如果平常外出的時候我還會帶一顆這個 其實我原本都是用這個上妝 然後夏天呢才換成了這個水布粉底液 這顆呢就可以帶在身上進行補妝的動作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實測我的粉底液 所以今天應該是不會補妝 原汁的呈現乾淨一整天的皮膚狀況 然後我現在在苗栗這裡天氣超好的 就是會覺得12點野餐的人是混蛋 不是全部都流汗了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天氣是32度 算說上面寫多雲但是現在目前日頭正在我的頭頂上 那我呢就來繼續佈置我的野餐場景啦 三明治 野餐一定要的三明治 盤子 現在呢來展示一下我可愛的野餐之定 以上 三明治 我會 Solar 你 你 木畫花絮很熱的人 好的 那我今天的這個野餐呢 要順便教給大家一些小小的拍照技巧 第一個小技巧呢 是裝美 就先贏一半 就是如果呢 你在這個大熱天 然後大家都準備好要拍照的時候 你就去那邊一直照鏡子補妝的話 那就會很落差 所以你的底妝還有彩妝 甚至是髮型 衣服 都要準備得非常OK 第二個小技巧和你的閨蜜的另一半 好好的準備一下這個漂亮的場景 一個人大概只要準備二到三樣道具 其實就可以把這邊鋪得滿滿的 然後像是這種假花啊 帽子啊 包包 其實都是可以背在身上的 利用這些本來就會背在身上的東西 然後把它們放到畫面裡面 畫面就會變得非常豐富好看 第三個小技巧呢 是 我知道大家拍照的時候都會有一種尷尬 不知道該幹嘛的狀況出現對不對 那這時候道具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好用的東西 比如說是一群閨蜜出來玩 那你們可以帶四樣一模一樣的東西 例如說四個一樣的杯子 那你們一起拿的杯子的話 是不是就會很可愛 或者是每個人發一些像這樣的手拿小道具 然後一起拿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會超級超級可愛 我真的沒有騙大家 書啊 雜誌啊 杯子 食物都可以 那這就是水水縱橫網美界 一點小小的技巧分享給大家 外面呢 一個突然間的下了大雨 所以我們就趕快躲到我們可愛的小窩窩逃難一下 那我呢 當然照慣例還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現場的皮膚狀況 哇 雨噴進來了 好 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目前的狀況是長這樣的 因為非常的緊急 所以我也沒有照任何的鏡子 就是大家看到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然後確實是流了蠻多的汗在後面 然後這邊有一點出油感覺 感覺稍微濕濕的 哇齁 那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那個 雨一直在幫我的臉補水 出了汗呢 皮膚的狀況更好看了 就是我本身就喜歡有一點濕濕 奶油奶油感的底妝妝效 但如果要戴口罩的話 當然是霧霧的比較好 那現在呢 我這邊就是有出油的感覺 這個地方比較多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還是蠻乾的 因為剛剛其實很熱 可是現在有下雨 給大家快速的看一下 然後鼻翼的地方 因為出了油 所以那個乾乾脫皮的地方就不見了 好 那我們就待會這樣 沒有在開玩笑的 這就是大自然的樣子 又在太陽了 哈囉 大家 我現在回到家了 時間是3點43分 因為外面天氣實在是太不穩定了 所以還是決定乖乖的回家 本來小時候再去晃一下 那現在呢 以老規矩 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皮膚的近況 那我覺得現在的皮膚狀態呢 是我整天照鏡之下來 我覺得最漂亮的時候 剛好出了一點油 然後有一點柔霧感 又有一點奶油肌的感覺 近看的皮膚真的是超美 其實有光澤 然後又不會太油膩 然後我剛剛呢 其實有稍微整理一下下面這邊 眼下 因為皺紋這樣子一直一直壓的時候 有一點點小小的卡紋 但是都是用手指可以直接推開的 不用另外補妝 那推開完就是我現在眼下的狀態 那目前看起來呢 還是比我的身體還要再亮白一點點 目前大概帶妝快要7小時 狀況是非常好的 那其實我本來出門的話 大概就7小時緊繃 因為不會這麼早起 那今天呢是底妝實測嘛 所以我應該還會再拍一次最後的結尾 18點左右拍吧 大概是帶妝11小時到12小時的狀況 那我現在呢 整個臉上的觸感是非常舒服的 不會有油膩感 也沒有乾燥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我這一塊呢 是比較有感覺濕潤的 可能我有稍微出油一點點 但是我出油的地方跟粉底 是沒有糾結在一起 然後也沒有讓我感覺到 會有厚重黏膩感 那我們就待會見啦 現在的時間是 8點11分 晚上回家我就沒有特別去哪裡了 就是一直戴著眼鏡看電視這樣 所以我的這邊應該是有小小的 脫妝 在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依照慣例先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臉部的出油啊 還是說脫皮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底妝 越出油越好看 尤其是在我的皮膚上面 乾肌的皮膚上面 那白天容易出油 所以那霧感的時機就很剛好 那到下午啊大太陽 勞動啊流了一點汗之後 臉就會開始有油光 像我的額頭應該也是 比較有光澤的就是有出油流汗的狀態 到晚上基本上都是在室內 而且在外面也不會比早上還要再更熱 所以晚上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不會有再更多的脫妝狀況出現了 現在可以看到我是又是內光 但是我的臉應該是沒有暗沉的 看我的手啊還有看我跟我脖子比起來的話 GA這塊粉底液 我真的覺得它的抗暗沉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我這一次呢是選的比較貼近我膚色的顏色 那可能上完啊或者是到晚上 它一定會比比較白一點的色號再暗 因為它原本色號就是比較暗的 可是我現在在我的臉上啊 或者說我照鏡子啊拍照等等 我都沒有覺得臉變黑還是變得暗沉 然後黑眼圈這邊的遮瑕感我覺得它維持也很棒 近拍的話這邊的毛孔就會比較出現啦 因為這邊有出了一點油 這邊有沒有看到反光的地方 那今天唯一呢有去用手推開粉底的地方是這個 就是下起來這邊會有溫露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也沒有再額外的補 它就是推開之後就不會有在卡粉的狀態 然後我現在這樣其實推我的皮膚也沒有任何的 底妝被推開的感覺 就是這樣的 那我覺得這一罐粉底液啊皮膚很乾 但是又不能夠上蜜粉 又想要底妝有霧霧感覺的話呢 非常非常的推薦 那目前呢我長時間的用下來 我覺得只有一點點小小的狀況就是呢 如果我今天是在冷氣房 或者是我在冬天皮膚會容易脫皮的狀況之下呢 我的妝前保濕一定要擦的足夠 乾燥地方稍微補一點點的油 然後再使用這一罐粉底液 其實這一罐呢也分享好多次了 所以我這一次在實測的時候其實就是信心滿滿的 跟大家再一次的呈現這個商品有多好用 而且它紅了這麼久的時間 也沒有被其他品牌的取代或超越過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顏色的選擇上我這個色號是3.5號色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自然偏白皙一點的 可以從3號3.5號這邊開始去選擇 那這個色號的選擇給大家參考一下 現在的皮膚狀況呢是11個小時到12個小時以上 通常呢如果我用比較乾一點點的粉底液 大概到7-8小時呢我就可以感覺到臉明顯的崩 就是那種晚上洗完澡忘記擦保養品呢 會開始有點崩崩乾乾甚至會有一點癢癢的感覺 這一罐粉底液它雖然是柔霧感是霧光的 但是在我的臉上呢是完全舒服的 再次的推薦給大家這一罐 GA的完美絲絨水慕粉底液 大家會認明一下這個蓋子這裡是紅色的這一罐喔 那今天的實測影片大成功喔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前面的野餐小內容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助影片按讚點訂閱加分享 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我的Facebook、Instagram還有微博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現在的底妝真的是很漂亮 尤其是這裡有一點點油光面的奶油奶油感的時候 喔 還是因為我沒戴眼鏡 我覺得看起來超美的 也很喜歡我的天空 對啊 我最喜歡的這首歌 超美麗的歌詞 色情編 很美麗! Nana命